我後來找到了 因為上個禮拜好像有最後講到 這個要向下追蹤 有沒有 本來是寫37啦 37是上個禮拜的數字嘛 因為上個禮拜是 它只有抓到那個11月22號嘛 所以它下面這些沒有 所以呢 等於我們就寫固定的 但是呢 你如果假設沒有去把它改成 向下追蹤的話 那你會發現喔 哇 結果就不一樣了 所以這個有時候 如果假設 你看喔 它只有跑到37 底下這幾個沒有跟著修正 它的圖就不會抓那個 對 因為它抓到這個範圍的時候發現 欸 奇怪 上面的日期下面是數字 它變成說它資料 最後它變成說它不知道就是 就是它也認為這個不是標準日期啦 所以它就用數字 它等於另外再幫你新增一個 一個那個什麼exo就是數字 那變成它把兩個都把它拿來當成那個 歪走啦 所以會變兩條線啦 OK 所以如果你看到兩條線 那你就大概要知道 就是這個問題啦 大概有感覺啦 就是說你要去找那個原因出在哪裡啦 OK 所以喔 假如說這樣做出來的結果 那你會發現你只要按一下那個全部折線圖啦 就全部變這樣 那其實你可以看到喔 因為呢你的那個日期不是標準的 所以你的exo就變成說它就幫你自動加一個數字 有沒有 1到41吧對不對 然後呢你的日期其實就變在這個軸裡面了 這個軸 OK 所以其中一條線啦 那上面標題它也不知道要抓什麼 所以它就沒有給你一個標題 然後呢這個數字就怪怪的啦 因為變成說你那個格式是有日期又有非日期 它怎麼辦 它就幫你抓一個日期啦 OK喔 所以我們假設要修正這個錯誤的話啦 就是很簡單 直接在這個地方把37 改成向下追蹤啦 所以那個向下追蹤 我很建議各位一定要把它記熟 就是優標放A1之後 點下去打一個1 它會有個end嘛 然後呢你就錢瓜糊 然後呢選的 我是建議啊 你用選的絕對不會錯 不然的話你可能會打錯 然後點的時候呢 打一個go 向下追蹤之後喔 取得的那個列 所以它自動會抓到那個 向下追蹤之後的這個列的話 理論上就是42嘛 OK 它會把42的這個值 幫你把它丟到這邊來 所以點肉的話就是它的這個屬性嘛 那個屬性裡面就是放了42這個數字 就把42的數字帶過來放在這邊 OK 那如果理論上這樣喔 我們來重新下載一下 這邊就正常了 那如果這邊正常的話喔 其實剛剛發生的問題就不存在了 所以這個它就會一下子馬上變正常了 看一下有沒有正常了 兩個也正常了 OK 三個的話 所以剛剛就多一個嘛 所以我是建議你可以把按鈕複製一下 所以今天呢 我們要多增加了一個按鈕 所以我是建議以後反正寫過的程式喔 一律加按鈕 這樣我覺得會比較 好像有做完這件事情 所以只要你寫一個sup 我是建議啦 你就是增加一個按鈕在這邊 那表示說呢 我們這個部分完成了 全部折限度三 如果你假設你覺得意猶未盡 你想要全部折限度四 全部折限度五 也可以啦有沒有 那只是說呢 如果你放超過四個以上的話 放在這邊好像感覺有點窄 那怎麼辦 你可能就要把這些按鈕向右移動 要不然的話呢 你就另外再找一個地方讓它放好了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假設 希望跨工作表的話 所以喔 如果假設希望跨工作表 也就是說呢 我不要把它放在同一張表 我希望把它放在這裡 繪圖這裡 我希望放 那你說要怎麼練 怎麼做 當然我是覺得 如果你假設沒有把握的話 我是建議喔 你就先畫那個全部折限圖 你不要一次畫畫兩個三個 因為畫太多 有時候錯問錯在哪裡 你可能要除錯也比較麻煩 甚至啦 如果你沒有把握 你乾脆我先畫一個美元折限圖 有沒有在這邊 然後呢 再來就是 全部折 不過啦我覺得應該 不用那麼那個慢喔 所以我就直接來看一下 所以我們直接怎麼樣 把這邊再加一個那個 全部折限圖 那底線的話叫跨工作表 OK 所以呢 我第一件事情喔 我就把這邊改一個名稱好了 這邊叫資料 這邊叫繪圖好了 也就是說 左邊是資料 右邊是繪圖 那我希望放的話喔 當然呢 理論上是 先放一個全部折限圖啦 不過我覺得 全部折限有點 有點這個浪費時間 所以我乾脆喔 用全部折限圖好了 直接拿這個來改 因為剛剛我們才改過 所以這個應該比較印象 然後把它貼到底下 拿這個來改 改成要全部折限圖 這個叫跨工作表 所以我的習慣是 後面假設另外一個名稱的話 我會加個底線 叫跨工作表 OK 那接下來的話 你就要思考一個問題喔 一個Sub呢 其實對應的就是一個按鈕 那這個按鈕喔 你要先知道說 到底這個按鈕是在哪一個工作表被按掉喔 所以理論上喔 我們將來這個Sub呢 理論上我是希望說 可以把它放在 繪圖這邊 也就是我當我按一下繪圖的時候喔 自動在這邊幫我畫兩個 左邊一個 右邊一個 左邊一個 所以將來的話 那還是要以繪圖這個工作表為主 如果以這個為主的話 那你只要是在這個工作表裡面發生的事情 前面就不需要加哪一個工作表的名稱 物件名稱叫SHITS啦 所以呢 你可以用數字 比如說這個叫SHITS1 這個叫SHITS2 或者是說呢 你也可以不要用數字 你可以用名稱 SHITS刮弧裡面可以放資料 但是前後要加雙引號 也可以用名稱啦 不過啦 如果假的突然的話 也有兩個而已嘛 所以我用SHITS1好了 那所以呢 我們第一個 把SHITS2摳到這邊來 叫做全部折線圖 底線跨工作表 第一個喔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也是用兩個 可是問題第一個 要改哪一些 其實應該可以猜得到吧 第一個的話 因為我們這邊是坐標 之前是M跟R 可是呢 我們現在放過來 應該不是M跟R 應該是什麼 A跟F 有沒有 所以呢這邊改一下 A 有沒有 然後這邊的話是 A A的Labs A的TOP OK 然後這邊的話呢 應該是 AF OK 其實跟會講喔 其實這邊不改喔 我記得TOP TOP R的TOP 不對 這順便改一下 所以這個改一下 它的Labs跟TOP 改一下 OK 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就把那個 放個圖放過來了 接下來的話呢 還有那個 跨工作表的部分 那 首先當然第一個啦 一定要注意到 就是它的那個 Sets Source Data 那Source Data的話 一定不是在同一個工作表 所以記得啦 這個地方我就是指向這個 這個的話呢 我們可以在這個 Range前面加一個 Shits 另外一個工作表 那叫 Shits Sh Eets 然後 刮符之後的話 裡面就放第幾個 我拖籃一下 用E好了 當然你如果不用E的話 這個裡面可以把它改成 資料兩個字也可以啦 OK 我先用E好了 OK 旅程上如果不動的話 那這個記得上面要改 下面要改 所以把它C-C 好 那接下來的話 你如果應該就差不多改完了 還有沒有哪個地方要改 其他OK的嗎 看起來好像都OK了吧 不過 有個地方一定 一定需要 哪個地方 有沒有看第一行 對這個R 因為如果假設 你沒有指定那個工作表的話 它是以目前工作表為主 所以如果假設你油標放A1 Ctrl向下 它得到會是1048576 1048576 1048576的話 你會發現 如果R等於1048 那不得了 這個數字 那一定就出錯了 理論上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42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記得喔 請你在這個前方 一定要加序值 所以這邊也要加 這個地方 序值 好 理論上應該都改完了 所以我大概改了幾個地方 一把全部折線圖改成跨工作表 這個是Step1 Step2的話呢 就是這邊 它的那個座標 這邊要改 Step2 那其他的話 還有 這個 就是資料來源 這邊要加那個工作表的名稱 這三個地方 三個地方要改 好 改完之後來試一下 理論應該OK啦 這應該沒有很複雜 執行一下 看一下結果 應該 看起來應該沒錯 所以最後的話呢 我們就在這邊插入那個按鈕 這個的話叫做全部折線圖 它比較 名稱比較長 所以我在拉那個按鈕的時候 把它盡量拉長一點 OK 那底下的話呢 順便再加一個那個 那個什麼 刪圖好了 因為 一般習慣是 畫完一個圖之後 我希望能夠把它 能夠把它直接 這邊 把圖給刪掉 刪圖 OK 好 那這樣就OK了 那可是 如果假設 這個做完之後 我覺得這樣好像 畫完這兩個 好像 一有未盡 我希望 一不做二不休 乾脆就把它畫五個算了 所以我希望兩欄 畫一個圖 兩欄畫一個圖 等於剛剛好 五個圖 那總共十個欄位 所以等於是 兩列 全部都排完了 所以如果假設 請你幫我把那個 全部折線圖 跨工作表部分 改成五個欄 就是不是這樣 這兩個欄 而是五個欄的話 那應該怎麼改 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再還給各位 特別是跨工作表 主要是需要在那個 就是你要知道說 你目前的工作表 跟哪些資料 一定要取得 跨工作表的部分 一定要加那個 哪個SHITS 如果沒有加的話 那會產生錯誤 好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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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